10月19号上午 新生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在老师还有超多家长的陪伴下 一起去户外教学 热心的阿昌叔叔 带领大家观察田间生态 及稻米的成长 有水它就会跑出来 阿昌叔叔可以拿吗 可以可以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那我考考你们 他一天可以吃多少颗 那个是秧苗水稻 哇 原来他的食物是他 他一天可以吃掉几颗 5颗 5颗 6颗 5颗 100颗 没有那么多啦 6千颗 他一天可以吃到13到14颗的秧苗 一个晚上喔 对不对 可是他是那一个不错螺的蛋 哦 不错螺 外来种的 他不是在地的 然后他吃了 如果他 如果他一吃的话 整片田都会不见 哇 那我们的饭就没了 对 你的饭就没了 哇 我们的是变成这样的吗 不是 我们吃的米不是这样 那它怎么是米 那是怎么回血呢 因为它被虫吃掉了 它在幼苗的时候 然后那个虫 从它的这个筋里面 把它钻 让它的养分被它 被虫吸掉 然后这一只就干掉 它会放在上面 然后输送进去给人去擦秧 扛秧苗 之前都用手工擦秧的 扛秧苗 这个它小时候的 对 小时候的时候 要放在这里 在这边 看到了吗 好 待会儿会让你们来体验 好不好 好 好 一个是两个人 当然它也不是在带你们 它里面装的是什么 盗骨 不是啦 不是这个什么 盗骨 羊苗 它小时候 好 好 好 因为一根盗骨 它把它插下去 它旁边会长得牙 开始出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玩 几只 六 那它是健康宝宝吗 看到花了吗 哦 大女太花 看到了吗 老大是给你们看看 看到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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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车库中停放的各式农用车 和它们的功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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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例行性活动会照顾植物 那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Hagami商号 现在的孩子呢 从刚一路过来 我们看到了这整片的稻田 所以孩子对农家 怎么样子经营一个稻米呢 还有他周边的环境 孩子做了一个很深切的体验 那当然他们刚刚也体验了粽窝具 还有草头宝宝这样子的活动 从这样的活动里面 除了觉得知道我们每天 所吃的稻米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之外呢 同样也藉由稻米之后的 他最后所留下来的那样的稻草 是不是也可以做成堆肥 同样也做成他们有趣的这样的活动 所以藉由这次的活动 让孩子知道说 除了生活周遭之外的植物呢 其实他也有很多的乐趣 很开心 因为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这种地方 然后体验一下 那种米的辛苦 那小孩子回家可以吃更多米 谢谢大家 我ιά Opportunity 我可以吃完 今天给他带一下 我的学生 我可以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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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吃完 我aku 我想吃完 我吃到 你打完 老师说 这天种植的萝却和手做的草头宝宝 小朋友带回家后都要细心的照顾 为他们浇水观察他们的成长哦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